这是五起报案中的其中一起事故的现场视频 这辆黑色的乡货汽车正在左转弯的时候 与对面直行驶来的一辆红色的三轮车发生了相撞 根据交通法规转弯让执行 所以这五起交通事故最终都判定为转弯的乡货汽车驾驶员负全责 另外几起事故的现场都是如出一辙 都是同一辆红色的三轮代步车在乡货车转弯时发生了碰撞 从视频中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这辆红色三轮车掉头回去之后又故意放慢了车速 等到香货汽车转弯出来的时候立即主动加速 于是又一起事故就恰好发生了